我是民船大學徐民森學老師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建國南路自宅 這棟房子是知名建築師王大宏在台灣的第一棟自宅 是我們2013年開始重建 最近剛完工的一個作品 我們現在是建國南路自宅的室內空間 我們現在在庭園的位置 基本上建國南路自宅是一個周圍有圍牆環繞 中間有一棟很小的大概20來坪的房子 其實王大宏是透過一個路徑的安排 讓建築會產生一個中國庭園的感覺 所以現在我在所在的廊道 其實就是進到建國南路自宅最重要的一條路徑 然後從我背後的這個玄關門進到這個所謂的玄關裡面去 然後再右轉進到客廳 然後各位那個時候才會真正完整的看到前院的空間 我們現在在建國南路自宅的室內空間 各位看到其實這個是客廳的位置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所謂的客餐廳 那各位其實可以感受這個空間其實蠻大的 那我覺得這個空間的安排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說 在我現在的右手邊其實就南下 它有整片的落地窗 那這落地窗跟庭院的空間可以產生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連結 好我們現在是在臥室所在的位置 我左邊其實是建國南路自宅 我覺得最漂亮也最神奇的一個月窗 那其實我們在客廳其實隱隱約就可以看到這個月窗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客廳跟臥房之間有沒有 它並沒有射門 那它臥室的這個私密性 基本上是用兩道紅色的窗簾拉起來的 它並不是很亮 但各位可以看到整個客廳的空間 沒有這個門的臥房 它整個這個空氣感覺上是流動的 所以建國南路自宅我覺得是非常巧妙做一個非常有趣的布局 我們現在這個我的背後各位可以看到國務健全館 事實上國務健全館的整個興建的這個始末有點複雜 1965年這個國民黨業為了要紀念國務自宗山百年贊成 所以有興建國務健全館這樣的一個議題出現 那後來當然有人就建議說舉辦一個國內進途 邀請進途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其實王大王就受邀參加這個國務健全館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回廳的空間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是有很巧妙的 這個王大王建武師設計了兩種尺度的空間 第一個是在那個建築物的牆體跟柱子之間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高聳的這個廊道 那這個尺度非常驚艷性 但事實上在柱子跟那個欄杆之間 就我們所謂的這種扶手之間 各位又可以看到那個尺度其實是比較親切的 那他們開玩笑就是說好像國務部 起碼相較於那個中文紀念堂有沒有 好像國務部好像就更親民 因為一般市民會到他的背榜底下來活動 那中文紀念堂他就看起來就很嚴肅 有一點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 那這個空間裡面其實非常巧妙的 有一個我現在坐的位置 其實所謂的欄杆 雖然它的高度微微有點高 但事實上它的寬度有沒有 人可以趴在上面 乃至於有時候人可以躺在上面 那更有趣的是 它的整個這個造型有點像 中國的竹節 跟那個中國的美人靠的一種融合 其實國務紀念堂的整個空間設計 其實非常的細膩跟巧妙 我覺得這個是王大王在這種房子裡面 這個空間設計裡面一個最大的貢獻